那我這個名牌的講 本來一直打打打打到莫德納一出來 大家就不太想打了 所以我當時有 我想你們在媒體上也看過我講過 你AZ不打完你知道 莫德納不給你 不過後來我就發現 怎麼中央直接說他配送給醫院 就閃過了 閃過我們台北市的這一招 那你擺PASS 其實醫院也不怕柯文哲 不過主要的問題還是 疫苗不夠 今天如果疫苗過針還是問題 就是疫苗很少 它變成稀有資源 那大家就會斤斤計較 看他怎麼去打疫苗 這就是問題 比較特別的是 這台大醫院剩下比較多 那我這個名牌的講 本來一直打打打打打到莫德納一出來 大家就不太想打了 所以當時有 我想你們在媒體上也看過我講過 你AZ不打完你知道 莫德納不給你 不過後來我就發現 怎麼中央直接說他配送給醫院 就閃過了 閃過我們台北市的這一招 所以台大醫院 這個包括癌症醫院 算一算還有175瓶 會打1750人份 不過我想大概給他壓力 這一天我看今天大概也會打完 另外這一批莫德納的數量有多少 第一類可以完成百分之百的施打率嗎 這一批是由中央直接送到醫院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也知道他中央有一個困境就是說 他疫苗什麼時候要進來他也不確定 所以 所以坦白講 你那個生產線從頭到尾 我們都一直很難設計 因為 你也不能說我準備今天要打 準備個打5萬人的容量 那你疫苗才來1萬 所以我們當然我們一開始 所以一開始我就有設定那個計畫 醫院打第一線 如果超過再來是 那個12個健康中心 再加上那個 那個打疫苗的合約醫院 再不行 還要再量更多 那才開放這個大型場館 之前講過那個花博啦 小巨蛋之類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困擾 像這個 我想這個莫德納是這樣 當時我就很生氣說 你們醫院不打 你AZ不打 那你沒有打完 莫德納不給你 那你百怕死我 其實醫院也不怕克風澤 所以這個還是很多都是問題 看怎麼解決 我也沒有特別意見 事情可以做好就好 不過主要的問題還是 疫苗不過 今天如果疫苗過這哪也是問題 就是疫苗很少 它變成稀有資源 大家就會斤斤計較 看要怎麼去打疫苗 這就是問題 你看就做了 我們可以做到那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做了 再次命運動 再次就馬上 我們去追求